平林区公所获得13家企业赞助 将于4月15号至4月17号举办鼓动平林 邀请了国际级演出团体幽人神谷 结合平林天然水岸地景 重现经典巨马天海之星 区长周庆珍就表示 这场演出特别将舞台架设在北市西上 就是希望让观赏的民众可以感受到 艺术和自然山水结合下 气势磅礴不同以往的震撼演出 气势磅礴的鼓声在平林山林之间回荡 八名鼓者联手合集奔腾曲目 为鼓动平林活动记者会震撼开场 平林区长周庆珍表示 非常感谢13家企业的赞助 让这场活动可以顺利举办 虽然因为疫情从去年底延到了今年4月 但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希望借由活动让更多人认识平林 看见平林不同的美 借由这样的活动 早上去在平林走山走水 然后下午到了下午4点半的时候 来欣赏一场有质感的演出 而且是在我们平林很独特的漂亮的水岸来呈现 鼓动平林活动将于4月15号到4月17号 在平林水岸长廊演出 最特别的是舞台将架设在北市西上 幽人神谷以经典巨马听海之心 搭配得天独厚的水岸地景 以水为主轴贯穿整体创作 要让观赏民众感受一场震撼灵魂的感官体验 整个的舞台 16米乘以12米的大型舞台 整个都搭在北市西的水上 然后观众席次 我们是采用阶梯式的去做规划 所以这次入场欣赏的民众 不管在视觉听觉上 我相信都会有全然不同的感受跟享受 在水上的舞台做演出 在水上演出的时候 又搭配了后面的山景等等 还有天空等等 所以这样的演出 听海之心在这样的景色中演出 我觉得是个相得一张 互补互成的一个演出 平林区长周庆珍在记者会上多次提到 优人神谷这场年度大戏 能够在平林呈现 要感谢的人很多 也期盼这份由众人发心凝聚的力量 从平林出发 在新北绽放 让更多人看见美丽茶香 由这么多企业 这么多的人 发心来成就的活动 我希望这样的一个活动 能够从平林出发 在新北绽放 然后越扩越大 让更多的人看到 平林是一个美丽的茶香 经典的小镇 平林区公所表示 鼓动平林活动分为三个场次 4月15号邀请平林相亲免费观赏 4月16号为企业赞助专场 4月17号公开售票场 名额600个 从3月18号起 可以透过年代售票系统购票 欢迎大家到平林一场 结合艺术与自然山林的国际级独家演出 记者杨邦友 赵方琪 平林采访报道